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制作 现如今很多买车都会首选CS店 觉得CS店可靠而然神性 然而事实并不全都是这样 前不久浙江杭州有位女子花费66万元 购注一台奔驰CLS320 但是在去车管索上牌的时候 崭新的车却被举着门外 这女子购买的奔驰CLS320 之所以会被车管索决上牌 就是因为她买的车子轮胎不符合标准 这让车主顿时运动转向 随后她回到CS店找相关的销售负责人 不料当时的销售经理已经离职 女子坚持要CS店提供一个说法并且解决 店里的工作人员只能一拖再拖的推卸责任 后来根据厂家的信息了解到 这款车型的轮胎规格尺寸都是19寸的 而这名女子购买的新车轮胎确实是8寸的 但是店里的工作人员因受在推卸责任 解释说是新老款交替导致的 这名女子并不相信CS店所谓的说辞了 觉得店里面肯定是欺骗了自己 经过一番周折 CS店经理终于承认 这款车市在运输的过程中刚宣受到磨损 而恰好店的19寸轮骨刚好用完了 就把车轮换成了18寸的 车主本人听到这个答复觉得很生气 觉得该CS店存在欺骗消费者嫌疑 虽然CS店在事后答应把轮胎换回19寸 但是该女子并不认可这个处理方式 最终这名女子起诉了之下奔驰CS店 经过法院的一审判决 CS店退一配三 除了退还全额的66万元购车款之外 还需要向该女子赔偿197万元的损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